你是否准备在普及道投资买房 你是否知道那些热情的华人中介 到底收取了你多少比例的佣金 你是否知道你的房产买价 到底比市场价高出多少 你是否知道哪些楼盘有可能成为烂尾楼 你是否知道你购买的楼盘 真的会有那么高的租金吗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看我一个多小时的专业视频解答 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Andy慢慢说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在普及道买房的一些事项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愈演愈烈 最近几天川普已经给中国2000亿商品 把关税提高到25% 接下来他还要威胁说 要把关税增加到 还有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把关税也要提高到 一步到尾提高到25% 当然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是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战 中国经济最近在萎缩的也是非常的快 从之前的每年都是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 到现在每年大概只有百分之六点几 这样一个水 其实这个增长率也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也是有水分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说中国的那个 比如说前几年 比如说08年09年之前 我们在东莞 东莞的那个街头上面 各个小镇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人山人海的那个打工啊 打工的人员是吧 东莞 但是你现在去东莞那小镇上面 根本就看不到人了 基本上没人是空城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国经济 就是说不只是贸易战引起的 贸易战只会雪双加霜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我之前就预测中国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房价偏高 房价偏高 很多人就是说拿中国的特殊性来讲 就是说中国的 中国政府可以控制低脾的供应 控制交易 等等这样一些手段 可以就是让中国的房价 能够就是说持续的增长 或者说持续的涨下去 其实中国政府也 我相信也不希望这个房价 涨得特别高特别快 当然他也不希望房价跌得特别快 特别猛 这个当然是他的一个调控的目标 但是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实际上是我个人认为是做不到的 因为这个市场啊 就是说你通过任何手段去调控它 或者控制它限制它 那么你最终只会说 延迟这个现象的发生 或者说比如说市场要涨价 或者要奔 它要涨价 市场如果要涨价 它一定会涨上去 不管你怎么限价 它最后会涨上去 不管你市场如果说要跌价 那么它一定不管你如何调控 它最终也是会跌下去的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八十年代 我们要买电视机 买电视机 中国家庭要买电视机的话 可能要平票 你才能买到电视机 电视机的价格很低啊 需求很多嘛 生产量很少 但是这个价格 本来这个市场价 应该是电视机的价格 应该要高于这个 实际的厂家的销售价格 但是因为这个供需关系的矛盾嘛 导致这个电视机的 实际的价格呢 这个人为的定价呢 就政府定价 就比那个市场 真正的价格低 但是就所以 但是要凭票供应 实际上在黑市上面 就是那时候就有 就很多有关系的人 就在就搞到这个电视机票 或者家电票 冰箱这样的啊 自己升级自行车这些票 那么这些票呢 实际上也有价格的 你买了这个票 买了那个那个 买电视机的票 最后才能再去买电视机 那么这个票的价格 加上这个电视机的价格之后 那就是真正的一个市场价格了 所以说 虽然政府想调控电视机的价格 让它不涨得太快了 但是最后这个 实际上这个电视机的价格 还是涨上去了 它因为是票的价格 和电视机的价格 就黑市嘛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商品要涨 供需关系说要涨 那么这个 这个政府调控做不到 最后还是电视台涨了 那么一个商品要跌 如果它供需关系 供大于求 要跌的时候 价格要跌的时候 政府能不能调控得住呢 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也是调控不住的 很多人说 中国房价要崩盘 中国政府可以 就限制交易 比如说 现在的供需关系 国内的房产 也就是说 它建的房产 现在空置率特别高 那么这个房价应该要跌 因为这个供应大于需求 是吧 供应大于需求 那么结果呢 这个市场就应该是 价格要跌的 但是政府想调控它 比如说 有些人说 它政府说不让你买卖 好了 不让你买卖 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我们可以有 比如说我们听说过 有些人就用那个 比如说我这个价格要跌 价格房子要跌了 但是我这个房子卖不掉 房子比如说限购 限售五年 买了 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些人就会通过一些 诉讼的方式 就打个官司 我欠你多少钱 卖家说 写个借条 欠你多少钱 多少还不还不了 那么你就房产要过户给我 很多人就打这样的官司 来把这个房产过户掉了 实际上真实的价格还是在跌 但是呢 如果说是 但是你看不到这个真实的价格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过户 它是通过 通过那个法院过户的 它没有价格 对不对 那么这样 你就看不到它的价格 过户的价格 所以说你感觉到 还有我们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 就是说通过做个公证 公证转让 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说现在 比如说我还有这个房子要限售五年 我明年 如果这个我明年才能卖 那么我只有四年时间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他们就会通过一些公证的方式 写个公证书 我现在这个房子在我名下 但是这个房子呢 还是在 还是在就是实际是你的 明年才能过户给你 那你现在把钱给我 那么通过这种公证的方式 也可以做到 包括诉讼的方式 公证的方式 那么这个房价要跌 那么你政府如何限售 都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所以说 那么这样子就是说 我们不要相信政府的 也就是说政府对市场的控制能力 完全不要相信这一点 就绝对不可能控制得住的 就是说人民总有办法 逃脱你的监管和那种限制 这是就是说 我的一些观点 那么我们判断 就是说中国已经房价 已经北上广升的房价 就是任何一个城市的房价 比如说北京上海的房价 整的房价 乘以它的整的建筑面积 总的建筑面积 它的总的价值 已经超过了美国所有房产的 加起来的总和 那么这个明显是一个 就上海也是一样的 北京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房价呢 就是说 而且中国人的收入 要比远远远低于美国人 所以说这样的房价 它是不奔凡事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迟早的问题 那么当然也可能说 我总是说 总是很多人预设房价会跌 最后没跌 最后总是涨 这个东西 我刚才讲的是 就是说你政府限制的话 这个房价 你想一想这个问题 房价会永远涨上去吗 永远涨上涨吗 永远涨的吗 在中国 没有可能的 没有这样的市场 是吧 不管谁的 那么当然除非是 除非是人民币大贬值 比如说贬到 突然间贬到大贬值 贬一百倍 一万倍 十万倍 那么这个房子价格 当然是名义价值会上涨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套房子一百万 一百万最后呢 一百万现在 比如说现在可以买 那个一万块钱 可以买一顿 买一顿大米 你的房子价值 就是那个一百万顿大米 一百顿大米 但是你未来的 可能变到了一千万 但是一千万的 可能只能买一顿大米 对不对 那么像维瑞娜这样的情况 但就是说 不管它的实际价值 还是会跌 也就是说 它可能明一下子在涨 但是它的实际价值 还是在跌 那么这也是 另外一种崩溃的方式 可以说是 不管怎么样 就说中国的房价 到目前来说 是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风险非常非常大 如果再沉迷于 在中国炒房 买房来赚钱 你可能是最后那个接盘侠 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 已经在开始把资产 把国内的房产卖掉 转移到海外 因为我在泰国普吉岛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 就是说很多人 已经把国内的房产卖掉 在普吉岛买房 当然 如果你想在海外投资买房 那么应该怎么样选择 那么选择 我们选择海外投资的话 那么有几条 有几条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投资回报率 还有一个当地的政治环境 和人文环境 那么我做了一个 在网上做了一个 查了一些数据 查了一些数据 那么我看了一下亚洲和欧美国家的一些投资回报率的情况 房产投资回报率的情况 其实在欧美国家 发达国家 基本上房产租金回报率都是在2%左右 也就是说你大概100万的房子 你花100万买房子 那么一年的租金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 不管你是100万美元 那么你的租金就在2万美元 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 当然在有些区域 就我说的是平均水平 有些在可能在一些 比如说在夏威夷那样的地方 因为旅游目的地 那么他可能租金会高一点 对吧 租金会高一点 那么就是有所区别 但是平均来说 欧美国家大概在2%左右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我们再看亚洲 亚洲的情况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首先第一个是台湾 台湾的话 它是就是说租金回报率 它有一个就是诸售比 那么它是49年 也就是说它的租金 就是说那个49年的租金 等于房价 49年的租金等于房价 台湾是这样 也就是2%多一点 那么中国也是48年 也就是平均48年 也就是比台湾可能还好一点 中国是48年 也是2%多一点 那么印度是43年 那么香港是43年 新加坡是39年 日本是38年 马来西亚是27年 泰国是19年 柬埔寨是19年 菲律宾是16年 印度尼西亚是14年 好了 这些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当然我们要选择 那个年 就是说那个租金回报率最高的 当然是印度 这个数据里面看起来 就是亚洲最高的 应该在印度尼西亚 印尼 印尼是14年就可以回本 平均水平就可以14年回本 那么他的租金回报率在平均水平 租到7%左右 年回报率7%左右 100万的房子 大概一年租到17 租到7万块钱 但是印尼 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印尼 我为什么不选择印尼 因为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话 大多数 因为印尼是一个整个 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那么 印尼穆斯林国家的话 那么他们的饮食习惯 跟我们不一样 那么 包括很多文化 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那里生活的 舒适度 不是很高 这是排除 印尼的一个原因 那么所以说 这个印尼是一个排除项 另外它对资产的 就是说对那个 印尼的这个 我们讲 那个对中国人 不是 就是大家知道印尼排华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可能在你的资产 在那里也不是很安全 我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说印尼 我们 虽然它投资回报率最高 但是我们不考虑它 因为我们实际上 在泰国也可以找到 这样投资的回报率 跟印尼差不多的地方 何必要在印尼冒这个险呢 排第二位的是菲律宾 菲律宾其实也是 比较严重的排华 整个社会对排华 对华人比较排斥 历史上也发生过 严重的排华事件 还有 那么 就是说 接下来就是 就是回报率比较高的 就是柬埔寨和泰国 都是19年 但是我们发现 柬埔寨呢 是就是说 它经济发达程度 比远比泰国又低 有其他还有很多因素 导致我们为什么选择泰国 我们为什么选择泰国呢 第一个泰国的是 很多人对泰国的印象 就是一个 不是很发达的国家 其实泰国是 东南亚国家当中最发达的国家 比如说泰铢 泰铢一直非常稳定 一直跟美元非常非常稳定 它没有什么贬值甚至 但是人民币对美元 它的波动幅度 要远大于泰铢 泰铢要比人民币稳定得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那个泰国的佛教文化 泰国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 就是排华事件 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么这是因为 它的一个佛教文化导致的 泰国在 比如说泰国的佛教文化 就是说佛系文化 泰国人就是说 感觉就是与世无争 就是说不会 就是他们对外国人 或者对外人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 没有仇恨 没有那个 没有那种很强烈的 民族主义这些东西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看到第二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当时日本打到了 那个东南亚这一代 打到东南亚这一代 泰国政府就 这个政府就 他们就佛系文化 他们就说 就说我们跟日本结盟 然后很快就发现 日本不行了 他们就说 我们跟那个 我们就说 跟日本的结盟是无效的 或者说这样子 无效的 最后国际社会也承认了 他的那个生命 就是说跟日本的结盟是无效的 所以说 日本的那个 泰国人 泰国的政府是这样子的 其实跟他的文化 有很大的关系 泰国的文化就是那种 很佛系的 很柔软的 他们就说 他们不想跟日本 结仇 也不想跟 那个西方结仇 所以说 他们在哪里 都是一种 就是说 比较平和的心态 他们不会 就是说 你们看到泰国 他们也不会 跟别的国家 战争啊 冲突啊 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主要是跟泰国的佛教文化 我个人觉得 跟佛教文化有关系 另外 你看到泰国 比如说 为什么他的旅游业 这么发达 其实跟这个泰国的佛教文化 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到一个国家去 这个 如果比如说中国 你想发展旅游业 是做不起来的 因为中国人很多 他排外 就是看到外国人了 看到外国人 就是说 举个例子 看到外国人 那个跟一个中国女孩子在一起 那么中国人就会觉得 好像你抢了我的 抢了我的女人 中国人会这样觉得 但是在泰国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泰国很多外国人 在这里 女孩子结婚 尤其是像 欧美国家 他们 因为欧美国家的人 喜欢亚洲女孩嘛 尤其是喜欢泰国的这种 皮肤黑黑的 女孩 但是泰国人 对此见怪不怪 他们没有任何的仇恨 或者什么样的 很多外国人在这里 就是定居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泰国的文化 泰国的佛教文化 就是与世无政的 那么大家可能对泰国 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就是泰国总是在军事政变 好像他的那个 什么红山军 黄山军 上街头 其实这个东西 当然也不是好事 因为泰国民主化的时间 也不是特别长 也个 具体时间我忘记了 大概是应该是 一二十年左右 二十多年吧 民主化的过程 也是这么久 不是很久 那么他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 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 成熟的过程 所以说需要时间 但是泰国是 它有民主制度 有法治 这些环境呢 都是比较 我们说 就是说投资者 所以应该 就是说特别关注的地方 虽然军事政变 但是他没有导致社会 重大的动乱 或者什么样的 他的旅游业 该怎么做还是做 你的生活 如果你不关心政策的话 不管他怎么军事政变 跟你的生活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吧 他的法律也不会变 他的事 他的那个政府也不会变 该干嘛还干嘛 你的资产也不会出现 有人把你的墙走了 把你的房子砸了 把你的车砸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泰国 虽然有军事政变 但是还是很安全的国家 再加上他的佛教文化 导致这里的治安 非常非常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住的话 房子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那个 不需要那种 那个 那个 这是 很多 你看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它这个玻璃 它的门就是 整个都是玻璃的 那么 那么绝对可以进来 但是没有 从来不会出现 或盗窃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抢劫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绝对安全 放心 所以说 这样的玻璃门 一砸就进来了 你看到这个玻璃门 是不是 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我有时候 这个 出门的话 也不用锁门 甚至 就是到这样的地步 不用锁门 家里的东西放进 也没用到偷你的 也没用到那个 非常非常安全 这是因为跟泰国 佛教文化有很大关系 泰国人 那么第三 就是泰国的那个物价 相对来说非常低 就是相对于中国来说 是低很多 当然 不知道不是最低的 最低的在 清漫的地方 待会再讲 为什么会选择 不想再侵卖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理由 就是说 刚才讲了 我们选择到了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 穆斯林国家 马来西亚的回报率 它是达到27年 就是说 27年 大概在3%左右的回报率 3% 3点几的回报率 将近4%的回报率 这样的也远低于泰国 泰国的 是19年 19年 刚才比较了之后 那么就是说 泰国刚才说 它的政治环境也可以 也合适 那么再往上都是 3% 就是在 像日本的38年的回报率 其实也 在发达国家里面 也算高的了 日本的投资 就是房产投资回报率 38年的 38年的租金 可以加等于房价 这个平均水平 那上面的新加坡 香港这些地方 基本上回报率太低了 我们觉得没有投资价值 所以说我们 就是说 基于字幕的考虑之后 宗教文化 国情等等 这个考虑之后 那么我们觉得 那个泰国 是最适合中国人 买房的地方 好了 如果说你认同我的观点 泰国是最适合 中国人投资买房的地方 那么 在泰国平均百分之五点几的 投资回报率 这是平均 那么 我们在泰国 要找到一个 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方 在哪里 好了 就是在普吉岛 我们首先 中国人投资买房的话 一个是 那么 一个是清曼 清曼的投资回报率 其实略低于百分之五 然后呢 投资回报率 因为清曼的那个 那里的主要是一个 什么都超级便宜 那读书也便宜 什么都便宜 但是呢 因为它就是因为它便宜 所以为什么便宜 因为是 不是很多 主要是中国人和泰国人 主要是中国人和泰国人 所以那里的物价比较便宜 这个 你在那里 国际学校读书的话 那么他那里都是 中国人和泰国人的小孩 就是西方人比较少 对吧 所以他那里整体来说是比较便宜的 物价比较便宜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 所以他那里的回报率也低 因为这些人出 能出的租金呀 也比较低嘛 是吧 他这个消费能力就 也比较 不是 泰国人的收入 可能比中国人稍微低 那么这是一点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曼谷 曼谷也就是基本上是 当然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国际化大都市 曼谷几千万人口 非常非常大的都市 但是他那个一马平川 那个地方 一马平川 就是说 它是一个平原地带 它那个可以无限扩产 它的土地供应可以说是无限的 那么虽然 所以说他这个回报率 它基本上是接近一个 泰国的一个 接近全国的一个平均水平 就是在5%左右 所以说你在泰国买公寓 买什么楼 平均水平 大概就是100万的房子 大概每年能够回到5万块钱 当然这是你买的 就是买的 就没有上当受变的情况下面 那么你可以达到5%的回报率 正常情况 那么第三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普吉岛 普吉岛呢 就是说为什么选择 就是说 不是说因为我到了普吉岛 我到了普吉岛 才说普吉岛好 才说普吉岛那个 而是因为我为什么选择普吉岛 我到普吉岛来之前 就已经做了这些调研 就已经做了这些调查 就是说 我不是因为 我不是因为到了普吉岛 才说普吉岛好 而是因为普吉岛好 我才选择到普吉岛 那么好了 为什么会 普吉岛的那个平均回报率 在7%左右 高于泰国平均水平 刚才说 清漫是低于泰国平均水平 3%左右 曼谷是平均水平 然后 那个普吉岛也高于平均水平 当然才能拉平嘛 对不对 那么这样一个是 为什么会普吉岛 会高于平均水平 第一个 普吉岛是国际旅游目的地 国际旅游目的地 就是说这里的人口构成 非常非常国际化 主要的人口就来自于欧美国家 和像欧美国家 澳大利亚 欧洲 美国 印度 东南亚 其他国家 那么像缅甸 邻近的国家 印尼 这都有 中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很多人都在这里 投资买房 尤其是俄罗斯 还有一个 俄罗斯人这里买了很多 为什么会都想在这里 刚才讲的 泰国非常非常自由 非常非常自由 你基本上 就是说这里什么都可以看 干什么都可以 没有问题 你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那个 抽那个 有的人抽那个电子烟 最近不是抽那个电子烟吗 如果你在曼谷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 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违法的 法律来说 那个是违法的 电子烟 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在普吉岛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不会有人 管你这个事情 这里是非常非常自由的 这个环境 整个地方 就是说 可以说它的自由度 在东南亚一带 是最高的 当然远超中国 比如说中国 我们访问不了 YouTube 在这里 网络是没有 不说任何限制的 所以说你 谁都可以访问 各种各样的网络 那么这里的人口 也是规则 不知道 本地人口 可能不超过 10%到20% 本地人口 就是说泰国人 然后外国人 就70%到80%左右 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80% 80% 甚至 当然这个没有人 做过这个统计 没有办法统计这个数据 但是生活经验 就可以感觉得到 在这里生活的外国人 要远远多于 泰国本地人 所以说在这里 是英语通行 如果在 为什么选择 如果你在普吉岛生活的话 它这个英语通行的话 就会有个什么呢 有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学泰语 如果你在曼谷 在清曼生活的话 你可能还要学习泰语 学习泰语 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 英语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基础 我们从小学了一点英语 那么你重新捡起来学的话 或者英语不行的话 从小捡起来学也比较容易 所以在 普吉岛是一个国际岛 这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数为多数 那么所以大家只能用英语交流 所以说我们会有 在语言上面可能会比起 其他地方也好 比起在曼谷 曼谷你也必须要会讲泰语 才比较好 才能生活得比较好 比较自在 在清曼也是如此 在清曼的话你也必须要用泰语 好了 普吉岛的物价 当然也是 可能在泰国也算比较高的 普吉岛 就相当于类似什么呢 类似于中国的深圳 类似于中国的深圳 中国的深圳只不过是 这些人口来自于不同的省份 来自于中国不同的省份 那么普吉岛呢 就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这里的人口 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它是一个世界的深圳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它这个物价就比泰国 其他地方确实要高 甚至比曼谷也要高 物价的话 一些消费物价水平的话 但是即便是泰国物价比较高的地方 但是它也是就是在泰国 就是说那个也是比起中国要低一些 它大概这个物价水平跟湖南长沙差不多 三线城市的那个湖南长沙差不多 跟我老家的湖南长沙价格差不多 所以说也不算特别高 比起来说 但是在泰国来说算比较高的了 所以我们能接受它的物价 第二个它那个高物价 高租金投资回报率 也就是说是你买房投资的一个好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地方 像清卖那个地方 它房价是低 但是它的投资回报率也低 比如说你买一套房子 最后你买一百万的房子 最后它那个租金回报率 只有三四万一年 那么在泰国 在普吉岛这边 因为游客特别特别多 全球各地的游客特别特别多 那么就是说就会 它这个租金回报率也比较高 不管你是自己经营 还是不管你自己做爱比赢 或者说什么样的 或者你委托给 租给别人去经营 你的回报率都会比那个要高 当然如果你自己经营 可能高于7% 再看个人的经营能力 比如说在爱经营爱比赢 但是你租给别人 就是说在全岛的平均回报率 大概在7%左右 好了 我们讲到那个普吉岛的那个 普吉岛的那个 所以说为什么要选择普吉岛 刚才讲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普吉岛的那个国际教育 国际教育的话 因为普吉岛 它的人口构成 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构成 所以说这里的国际学校 非常非常好 你像UWC 著名的有几大 有几大国际学校 像UWC BIS 就是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就是布里天国际学校 还有像Headstart 这几家 还有KIS等等 那么这些国际学校 收费从每年 从收费 从最低的 可能每年 就是从小学到初中 可能是 比如说5到6万 5到8万人民币左右 像Headstart 像BIS这个是最高的 它是最好的 那个国际学校 它那里可以一年 可以收费到 从8万到十几万 那么它收费 每年不一样 它这里的 我说这里的国际学校 不是指的是泰国人的国际 泰国人上海的小孩的 上的学校 泰国人小孩 上那个公立学校 基本上是免费的 基本上免费 他们12年义务教育 基本上是免费的 外国人是进不去的 所以说 外国人只能上 那个国际学校 所以说在这里 因为它本地人口比较少 所以说它那个 国家的学校 就比较 没有 还没有那个 国际学校多 国际学校在这里 就是说竞争非常激烈 它水平就非常高 然后它人口构成 也是非常国际化 你小孩在这里上学 他那班上的小孩 大部分都是来自 不同国家的 从小就接触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那个 我其实另外有一个视频 专门讲 那个选择国际学校的 这一集里面 专门讲了 这种 这种 国际化的环境 对小孩的成长 是最有帮助的 而且是未来 你像那个 将来上大学 他那个 你比如说UWC 这里的小孩 国际学校毕业之后 都是在欧洲 美国这些大学上学 不会在本地 不会在泰国上 上大学 那么 全部英文教学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UWC 2017年 他们有18个人毕业 18个高中毕业生 他们拿了 170万美元的奖学金 最差的上的那个学校 是香港大学 其他都是像 美国名校 欧洲名校 这18个学生 都上的 上的 比较好的学校 在我看起来 在我们看起来 都是 都是名校了 都是非常好的学校了 所以说 包括BIS这些 这些学校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甚至有 听说 我不能确定 这个消息 就是说 有一个学校 一年 就是考了十几个的 上了十几个的剑桥 牛津这样的大学 十几个这样的水平的大学 那么 这里的国际学校 人数最多的 也不过超过800人 800学生 最少的 可能也就是 两三百人 这些学生 他一般都是通过 一般都是从小学到高中 所以说有十几个年级 十几个年级 每个班 一般都是就有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那个很小的班级上学 每年毕业的 也就是十几 二十个人 或者说 多一点的 可能就是说 三四个人 这样的水平 那么 就是说 都是非常非常小班的教学 然后这一集 这个视频 我就不太讲多了 更多 大家可以看我另外一个 专门讲国际教育的一个视频 当然这些理由 倒是就是说 还有普吉岛的发展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非常快的 就是说 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大概是在2007年 还是2005年左右 我忘记了 在那个时候 到第一次到普吉岛 第一次到普吉岛的时候 我发现普吉岛 我住在巴东海的 租了个车 在全岛逛了一下 基本上这是一个荒芜之地 就是在巴东那块 还有点人口 还有点人口 在那里 在沿海内的 巴东海滩 沿海内的 有些房子 有些酒吧 有些酒店 沿海内的 你离开海滩那一带 基本上没有人了 没有房子 大概那个时候 就十几年前吧 最多15年之前吧 就是说 就是普吉岛 还是这个样子 整个岛上的交通 这个都很差 那个非常非常 就是落后 可以说 虽然有个机场 但是整个岛 就没有开发起来 但是 现在看起来 普吉岛的 就是说 非常非常 到处是房子 到处是人 到处是游客 包括岛的中部 这些地方 原来是山里面的山区 都没有人的 现在 这都是 到处是房子 到处是发展的很快 那个 就是说 这里的那个 房子呢 就是说 可以说 我待会介绍 它不同的区域 它的不同的价格 或者它的投资 几次投资 所以 是不是值得投资 选择哪些地方投资 或者自住 比较合适 我介绍 普吉岛的发展速度 是远超过 中国 平均水平 当然 中国比如说 跟深圳比 可能慢一些 但是它比中国的 平均水平要高很多 它在泰国 也算是发展速度 最快的 发展速度最快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选择在普吉岛投资 就是因为 普吉岛 刚刚说 曼谷那边 包括清曼那边 都是土地 它一马平川的 就是说 土地是供应无限的 无限的 那么在泰国 在这个普吉岛的话 那么它的土地 是有限的 它70%是3地 不能建房子 那么只有30%的地方 是可以建房子 而这些 如果你打开 Google地图一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 大多数 建房子的地方 都开始在建房子 留下的空地 可建房子的空地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它的土地供应 不是无限的 所以说 但是它的需求 在增长 需求在增长 那么土地供应 是渐少的 它的房价未来 可增长的预期 就比较 比起曼谷和清曼 要大一些 实际上 普吉岛的 最近几年 最近的房价 也是在 在缓慢上涨 它不像中国一样 一年给你涨个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十 不会这样子 一年涨个百分之几 就像来说 这个跟那个租金上涨的 幅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 在泰国 在普吉岛买房的话 我们大概 平均水平的 大概可以得到一个 百分之七 左右的一个租金回报率 就是说一百分之房子 每年租到百分之七 左右的 回报率 然后 每年还要拿到个 百分之六啊 八啊 这样的一个 房价上涨 那这个不可肯定 房价上涨的 不可肯定 不可肯定 它的租金也在涨 一般的租金涨幅 跟那个房价涨幅 是同步的 是同步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我们预期的年回报率 大概在 百分之十二到 百分之十五左右 当然看你 投资的位置 和是不是好 那么大概得到 回报率 这样的回报率 实际上是 就是刚才租金的回报率 还要加上 房价上涨的回报率 那么你每年 大概百分之二 十二到十五左右 的回报率 这个回报率 其实已经非常高了 非常非常高了 就是说 比起远比 其实你如果做得久的话 做得时间长的话 你不要以为 中国好像那个房价 房价涨了 那么你就赚钱 房价跌了 你就投资 当然要亏本 所以中国的房产 是这样的 那么在普吉岛呢 就是基本上 是一个稳定的回报 你不但有租金回报 租金是 不会那个的 不会有很大问题的 因为 只要这个不出现 这个大的天灾人 或者比如说 这里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或者是 像那个 乘船事故的时候 对这里的租金 是有影响的 对这些房子租金 房价租金是有 但是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因为泰国最近 就是从一月份 2019年一月份 就是到四月份 开始是 他们免那个落地签证费嘛 免落地签证费 就是免费落地签 然后从四月份 它又延长到 10月31号 到2019年10月31号 还是免费落地签 所以说这样一些政策的话 使得这个人数 就是游客增长数 增长数得很快 我之前看新闻 是增长了18% 那么这个增长速度 就是非常快的 这个游客增长 就是从那个船难之后 现在游客增长起来了 慢慢增长起来了 这个非常强劲 那么泰国呢 这是也是 就是普吉岛 主要就是旅游业和教育 就是国际学校 那么它的回报率 是在泰国最高的 泰国在东南亚 算比较高的 就是在这些政局稳定的国家 或者说法治健全的一些国家里面 算非常高的了 现在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岛上的那个 如果你决定在普吉岛买房的话 那么你怎么样选择 我介绍一些普吉岛的情况 普吉岛的那个大概是 整个岛呢 就是大概是500平方公里左右 它是长度的南北 它是一个长条形的 这是泰国南部的一个大岛 它南北长度的话 大概是从南到北的长度 大概是50公里左右 从东到西的宽度 大概在平均在10公里左右 从东到西的宽度10公里左右 它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岛 长条形的岛 那么这个岛呢 就是它的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 海滩主要在 集中在西部地区 你叫那个最大的海滩 叫纳古朗 纳古朗旁边的那个 就是邦导海滩 但是人口最热的 最多的海滩呢 就是说 知名度最高的海滩 就是巴东海滩 巴东也是 就是说整个的那个 整个岛的 就是说游客最多的地方 可以说是 然后那个 这个不同的地方 像那个邦导海滩附近 主要是在 邦导海滩岛的西部 主要是集中在一些 高端社区 高端社区 比如说在拉库纳 这个地方 集中了六七家的 那个五星期酒店 都是高端度假酒店 和那个别墅区 就是所谓的富人区 就是拉库纳这一块 就是很多游客也住在 比如在爱比云上 租个别墅 一般住在拉库纳这边 那么就是说 这个海滩也比较 那个比较最大的 也比较安静 比较干净 没有像 不像那个巴东那边 虽然不像那么繁华热闹 但是它那个 还就是适合那种 就是高端度假客 高端度假客 所以这边的住进也蛮高的 那这个事 就是刚才讲的是 那个一个 还有那个像那个 那个卡塔呀 卡托啊 这些海滩 那么都集中在 倒在西部 然后倒到中部 主要是像一些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 基本上都在倒到中部 倒到中部地区 但倒到东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 东部 东北部地区 基本上没人 基本上没人 那么就是那个 没发展 没有那个 基本上那边快 就是说 因为没有海滩 没有那个出海的地方 或者说 就是游客非常非常少 都是 但是 倒到中部 刚才说是 本地人 比如说在这里读书的 那么 或者居住在这里的一些 本地人 他们可以居住在 居住在岛的中部 那里的房价也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低 低很多 然后倒到东南部 东南部像 Rawai那边 Rawai那边 因为它有个港口出海 那些游客要出海的话 要通过那边去 所以那边也有很多游客 有不少游客 但是那边海滩不行 没有大的海滩 Rawai那边 主要是一些游客出海 南部那边 那么机场 它是在 倒到那个 倒到那个西北部 整个岛在连接 在连接大陆有桥梁 它有公路桥梁 可以开车 直接连接到 泰国大陆 所以 这个岛的大概 整个的发展情况 就是说 所以说在这个岛的里面 在这个岛的 在岛上面 刚才说了 在泰国有 在全世界有 泰国的 投资回报率比较高 可以达到7%左右 平均达到5%左右 平均达到5% 在回报率左右 在全世界 在全球看来比较高的 证据稳定的 法治国家里面 算比较好的 然后在泰国 在泰国里面 也算最高的 7%左右 但是 在普吉岛里面 你要拿到7% 我建议 什么呢 如果你是注重回报率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 买 靠近 就是说 西部的房子 你不要买岛的 中部的房子 中部的房子 是本地里买的 他们就买了 自己就住 买了就自己住 那么他们不会 到外面去租房子 也不会给游客住 因为没有游客住 除非在一些 在一些很旺的旺季的时候 泰国的旺季 尖峰季的时候 比如说圣诞节前后 那么那个时候 岛上 就是所有的酒店都买了 所有的民宿都买了的时候 那么游客就会到 没办法 只能住到岛的中部去 那么是在那个时候 中部的那些房子 才能就是说住出去 才能住出去 有一些回报 所以说 东部 中部和 Rawine那块 不算 就不算 那个中部 当然 你如果是投资的话 不用去选择 如果是你自住的话 要选择在中部 因为这个 他这个 因为你没必要去 天天去到海边去 住在这里 也没必要天天去 到海边去 去玩 是不是 那么你就 没有意义 就跟那个游客的心态 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说 我建议是 如果自住 可以在东部 在中国投资的话 一定在西部 西部的那个沿海部分 当然这个房价也是不同的 你这个 越靠近海 你可能说 几百万就买一个公寓 在岛的中部 可能是几十万就买个 几十万人民币 就可以买个公寓 在岛的中部 但是你在 但是你租不出去 也没人租你的 但是如果你在岛的西部 靠沿海的这个 靠沙滩这些附近的地方 那么你的租金就非常高了 那么就可以 就是说 但是它价格也非常非常高 那么它价格 为什么非常高呢 就是它租金高 它的出租率也高 那么它的 它的那个 价格呢 可能说 几百万买个 比买个那个公寓 都有可能 几百万买个公寓 那么 好了 这就是 就是说 它的那个 房价 所以说很多人问我 这个泰国 卖我那个 普吉他房价 它多少 其实是没有一定的 我可以几十万 买个公寓 也可以就是说 几百万买个公寓 或者说几十万买个 百百万买个 买个中部的一个别墅 百一百多万人民币 也可以在 两百多万买个别墅 也可以达到 几千万人民币 买一个 沿海的海景别墅 几千万人民币 都是可能的 所以它的房价 是相当很远的 相当很远的 就是根据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靠海的程度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房价是相当天远半远 不像 虽然这么小的一个岛 但是房价是 完全是相当很远 所以说 不用问我 泰国的房价是多少 这个 我问我 福吉岛的房价是多少 这个办法没有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 到底是选择别墅 还是公寓投资 别墅和公寓 当然它的那个价格 相当比较大 如果 如果是选择别墅 还是公寓 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预算 还有你的投资目标 当然 那么 如果你的预算不高 比如说 你是在 一百五万以下 甚至在一百万以下 这样一个金额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买公寓 原来 为什么买公寓 因为第一个 主要的原因是 你如果用这样的金额 所以一百五万以下 去买别墅的话 它只能买在一个 中部地区的一些别墅 中部地区不是不带泳池的一些别墅 就是说一百万 或者一百五万以下的 不带泳池的别墅 这种不带泳池的别墅 在这里是 就是说很难租给游客的 只能租给当地人 当地就是在这里工作的 或者在这里上学的 这样一些常住的人口 那么这部分人 他负责说 因为他收入不是特别高 所以他所能扯出的租金 也是一个有限的 所以说整体来说 就是说我们 这种意思是说 如果你预算比较低的话 你实际上选择也是不多的 当然 如果你预算比较高 比如说你达到一百八万以上 一百八万以上到两百多万以上 或者是这样一个持平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买一张带泳池的别墅 那么这就是一个起伏价 相当于是在泳池的别墅 那么这个就可以 折面向游客的租营了 就是说做爱比营 即使你自己不经营 你也可以把它租给那个 租给那个游客 租给那个经营者 这倒上有很多那种 就是说专门经营这个爱比营的 他们租进来房子 然后再租出去 那么这样 因为你的房子好租的话 那么他当地 国质回报当地也高 所以很自然的一个适合律 好了 就是说我们 如果你钱多的话 那当然是买别墅 如果钱少的话 当然就是只能卖公寓了 对不对 而我们再想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要 优先游客的钱多 优先为什么不能多买几套公寓呢 而且只要选择别墅 而不选择公寓 我可以多买几套啊 我有钱多嘛 那么我不推荐这样做 这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是投资行为嘛 那么你就考虑到他的将来的市场 有银河市场 你的房子也是这样子 有银河将来市场的需求 这也很重要 比如说你如果说是 你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游客到这里 如果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很多游客来就说他的消费习惯 他可能不一样 他可能是什么 他是 因为中国游客来泰国几天的话 比如说一个星期 他可能在曼谷几天 在清曼几天 甚至在做电动 要用到他一个星期待着 就是说是这个样待一下 那个样待一下 那么他只能就是说住酒店 因为这个别墅的特点 就是说他要求你住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他这个没有专职的那个 就是说像酒店一样 那个集中的服务里面没有 那么就是你很多事情 需要自己做 那个住户的话 就是住客的话 需要自己做 很多事情 比如说一些简单的一些卫生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你就不需要 不能就是说像那个酒店一样 时时刻刻有人来来协助你 那么中国游客来就是说 他就习惯于就住酒店 因为他这个行程安排非常紧 但是那个上车睡觉 下车就还喜欢跟团游嘛 一个团就出来就是说 这个几十人几百人 这样子那个第一个团 他就只能住酒店 因为这个别墅 没有办法一下子找到这么多别墅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所以说这部分游客 他们就是说只能住酒店 他们就选择住酒店 中国游客来说是大概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还有发现 这个不是未来的主流 就是说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这种方式 这种游玩的方式 包括自由行的游客 也是这样 自由行游客 中国的游客也是 就是说 来了这里之后 就是说在这个巴东 住一下 这个这个 罗外里面住一下 或者说在拉布拉 这个住一下 然后到时候各个海滩 他就转一下 他这个消费方式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要多看地方 多看点 多看景点 每天的行程很紧 但是在西方人呢 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 很多西方人 他们就说 很少看到有什么西方人的旅游团 然后呢 韩国人喜欢搞个旅游团 跟着朋友 这种啊 也是上车拍照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这种方式 其实他都是希望的方式 以这种度假行程 不是那种 往外面讲到这里来 就是像中国有个人拍照的 那么 那么度假行程 他们第一个出行的方式 是一般是以家庭 一单位的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来过来 那么他们是 度假的话 他一般是有一个星期以上的 到甚至到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一个月的 都有 他们的那个度假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么 他希望在这里 一般的度假方式 在租个别墅 然后一个家庭住在这里 然后租一辆车 然后呢 晚上出去玩一玩 平时可以在家里 那个泳池里游泳啊 然后在那个 在 当然这个 所以需要他住 度假的别墅 肯定要逼他 就是在这个 在他家里 原来住的那个条件好 不然叫什么度假 所以这个别墅 也就是有一定的 那个档次的可能 比如说装修啊 设计啊 我们要比较那个 比较现代化 或者比较好 才可以 就比较好出租 如果你是那种老旧的别墅 或者说设计很糟糕的那别墅 那么就 比较难以出租 是吧 这是一个就是说 你未来的那个 投资回报的考虑机遇 所以说我们也要 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考虑到 中国其实也有很多 有和已经开始 这种方式 度假方式 也是一个家庭出来 然后租一辆车 然后租个别墅 这样的方式的话 他们就会选择 就是说他的那个 度假的质量会更高 他也不会去到处 今天去 今天去什么皮皮道 明天去皇帝道 不会这样就行 安排的 那也是形成的 就是比较简单 在这个度假 比较简单 晚上出去 跑个吧 晚上玩一玩 交交朋友 这样子的 平时在这个 有的时间在家里 就学习 学习 度度假 游泳游泳 也是这样的方式 中国人 就是说不管是西方人 还是中国人 那么 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呢 向更高品位的 就是旅游方式 度假方式去 从程序的旅游 像度假方式去过渡 是不是 因为这个 这个是人的生活品质 越来越高的嘛 不会说 那个 往倒退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些考虑的话 就是说 我们既然做投资的话 那就有个提前量 就是要提前 就是要做好这些 这些准备 对不对 这些 就要提前 这些准备 就是我讲到这个 多说这么多 就讲那个 优先选别墅 而不是公寓 那么我还要讲一下 一个 泰国的一个 就是说贷款 在这里买房的话 外国人是不能贷款的 除非是你在这里 工作很多年 比如说你每年 都要有个稳定的收入 这个流水 这种一些数据 那么银行 就会根据你的支付 根据你的流水 来看待你的支付能力 然后可以 批你一定的贷款 那么这个是外国人 在这里可能是 比较难以做到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外国人不能贷款 所以说只能是 它有一些是分期付 所谓的分期付 就是按进度付 我见到什么样的进度 不管是公寓还是别说 见到什么样的进度 你就付多少还 按进度付还 但实际上是 你交房的时候 你已经完全是要 完全是还原付完了 再来交由 再来给你交房 基本上就是一个现金买卖了 相当于是不断 那么这是一个贷款的问题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主要是讲一个 土地的法律问题 就是说外国人 第一个 泰国的土地是私有产权的 不像中国 中国是土地 就是说基地 农村土地是基地所有 然后那个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 那么所以中国人是没有土地的 那么这些人 泰国的土地是私有的 那么是个人名下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是 外国人或者说外国控股的公司 是不能拥有土地的 就是不能买土地的 你不能买 因为你买了之后 那么这个土地就是外国人的 那么这个 它是永久产权的 那么就是泰国就上市了这片淫土了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泰国的法律 是不允许外国人 就是说持有土地 但是可以持有房产 土地上面建筑是可以持有的 那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泰国 如果你买别墅的话 就牵涉到一个 牵涉到一个土地的问题 土地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是说 土地岛的90%的人是外国人买房 尤其是别墅的话更加如此 那么90%的人是外国 外国人买房 那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土地问题呢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叫做租赁产权 作为租赁产权 就是根据泰国的民法典 它是规定是 土地租赁是最长期限是30年 就是说外国人可以租赁的 这个没有问题 租赁产权30年 然后可以续签30年 也就是达到60年 这是合法的 这个是合法的 其实60年肯定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但是我们在土边导致的租赁产权 大多数是90年和120年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通过一些法律的 律师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 就是通过抵押呀等等这些方式 来延长这个租赁期限 从合同上规定 就是说让那个 让那个地主可以就是说 给你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可以达到90年 甚至就是续租 续租再续租两次嘛 再续租个60年 就达到120年嘛 或者是或者是就是说那个 那个那个续租一次 再续租一次就是30年 60年再30年 70年90年这样一个概念 90年或者120年 大家在这个方式上面 就是说手续比较简单 房子是你的 你买的 是 但是土地是租赁的 那么一般来说是 如果你选择一个 比较靠谱的开发商的话 那么因为这个靠谱的开发商 持有整块土地 或者是持有分布土地 那土地分成不同的地区 然后但是名下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开发商名下 开发商名下就是说 他这个就是说 他持有这个土地 他会在这个租赁鞋里面 写好的就是说 你随时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鞋里面 就会有这样的条款 就是说你随时 如果你卖给外国人 或者卖给泰国人 那么可以转变成 转换成那个永久产权 泰国人可以永久产权 持有土地嘛 持有嘛 土地 那么如果你是卖给 泰国人控股的公司 那么也是可以 持有永久产权的 这个有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 虽然你是一个 在租赁鞋的 就是你可以 未来可以切换成永久产权 一般说 可以变成 你卖出的时候 可以变成永久产权 或者你自己 假如说你自己 就是说有 那个持有 你限制租赁鞋 租赁鞋的时候 你过段时间 你发现你要 你想对那个开发商不满 不放心了 那么你可以把它过库成 就是自己租赁鞋的公司 做这个泰国公司 来接收这个土地 那么这样 持有永久控制这个土地 也是可以的 但是 租赁公司等一下 还有一些问题 我待会再讲 那么 这种方式 租赁产权的 一个好处是简单 简单 税费低 它只有租赁过货 租赁登记的话 它只要1.1%的 税收 7税 就是登记的费用 税收 然后如果你是 永久产权的 那就是 先是土地的过货了 土地过货的那种价值 它是有百分之3.3的 7税 但是说 所以说它这个里面的 整体来说 就是说 你这个 如果说你中间会过货的话 那么 当这些费用最终都是买下来出 对吧 所以说你要考虑这些成本 所以说租赁产权 就是我倾向于说 找靠谱的开发商 就是说租赁产权比较好 但是有些 有些房产 它就是开放用 其实它持有 这个开发商 持有这个土地 它有维护着 一直维护这个公司下去 因为它是个公司 持有这个土地 它一直要维护这个公司下去 有些开发商 他们干几年 就干了些 这些十年或者几年 都不干了 那么它就不愿意 就长期维护这个公司 维护这个公司 是有成本的嘛 它要雇员 它要报税等等 这些东西算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你如果说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开发商是不愿意持有土地的 但是有些开发商 就是会负责一点 负责一点的 大一点开发商 它经营时间比较长 那么它就愿意帮你 持有这个土地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 如果还有一些开发商 他们就说 有些开发商 它就不愿意持有土地 尤其是就是说 一些它就是经营事业 不是特别长的开发商 它对这个持有土地 它就维护这个公司 它就没什么很大兴趣 那么这个时候 它必须让你 必须让你持有永久产权 有些永久产权 那么就说 你必须要 如果是外国人 如果太国人才好办了 你可以直接买一下 永久产权的土地 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你作为外国人的话 那么你就买这种房子 你就必须要自己 注射公司 注射公司里面 这个公司里面 还要那个 还需要有 那个两个泰国人 一般会安排两个泰国人 它就用这个泰国人控股 泰国人控股的话 就是泰国人要占到51% 那么安排两个泰国人的话 那么他们每个人 只占到25.1% 25.5% 那么然后 然后剩下的部分 就是你占有了 真正的实际 实际控制人就是你了 你就是49% 那么这样子你是第一大股东 如果说只请一个泰国人 做这个 做这个 这个代词的话 那么实际上 他是第一大股东 他可以 可以想干什么 干什么 把这个土地 抵押或者贷款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分成两个人的话 甚至分成三个人的话 那你就比较安全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就是说 控制这个土地 进行这个 这个操作 或者买卖 但是抵押贷款 等等 这些都没有办法做 好了 刚才讲到的这个是一个 但是你注册个公司 应该是比较麻烦的 时间比较久 而且是他的那个 而且你一旦 用公司注册下来的 买下的这个 买下的这个房产 运动产品的话 那么你以后 卖买家的话 他也只能是 也只能是 要么就相信你 相信你个人 如果你是20万出售的话 那你要么就相信你 要么就相信你这个人 可以帮他再次这个土地 如果你卖给外国人的话 卖给泰国人的话 对吧 别人要相信你 相信你那个 能够帮他带着这个土地 是吧 当然说这个就会变得 买家也会变得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 优先选择这个租赁产权 租赁产权比较简单 而且中间也被切换成 切换成牛角产权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卖给外国人 卖给泰国人 或者是泰国公司 就可以了 这个是关于土地法律的问题 下面很多人 会很关心这个 在这里生活的 有个签证问题 签证的话 它这里有几种签证 主要是第一种 就是养老签证 养老签证 对全球所有的人 基本上就是说 他有个 只要你年龄超过50岁 那么你有一定的收入 或者有一定的存款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养老签证 养老签证一年签 那么你不用回到中国 去回到你国家去签 那么你实在这里 就是要继续 需签一下 每年需签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费用也是非常低廉的 费用也是非常低廉的 如果说 在取得养老签证 就是说要么你是你的收入问题 要么就是说 比如说你每个月有退休金 比如说达到 这个具体数额 又就查一下 可能是七八千人民币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在这里 就是说 你没有存款 也可以在这里拿到养老签 但是如果你没有退休金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存款 在泰国开一个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之后 就需要一个八十万泰铢的一个存款 八十万泰铢大概就是十六万人民币 你存在这里 这个钱不像马来西亚的 它那边你的存款比较投资 或者什么样的 那么不能让你用 那么这个八十万泰铢 是可以让你用的 你今天存进去 办完签证之后 你明天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去买菜糕 因为你在这里生活 那么你可以在这买菜 做饭 或者是住房 都可以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就是说你的那个 你这个钱是活的 实际上只是证明 你有这个经济实力而已 这是一个养老签证 比较容易的 第二个签证就是那个陪读签证 陪读签证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有小孩在这里读书 在这里读书的话 你父母一方可以一个小孩 可以就有一个父母的 一父母母亲或者母亲 来在这里陪读 这个陪读签证的话就是说 它是只要你在这里读书 就可以不管是幼儿园 小学 在初中高中 刚才我讲的那些国际学校 你都可以 这些学校都可以 那个就是 让你办那个 办那个陪读签证 陪读签证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 一父母一方在这里 办那个陪读签证 对吧 那么你不能两个人 都办你陪读签证 那你的经济收入 怎么来 你哪有收入 只能一个人陪读 第二个就是那个 第三个签证方法 就是这个 留学签证 留学签证也是一个 非常那个 非常 非常常见的一种 找到方法 留学签证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在泰国有很多这种 语言学校 这个语言学校都很小 就在那种路边上 就是一个小门面 就是大概二三十平米的 一个小店面 嗯 上面就实际上 一个语言学校 就可以那个 就可以招生了 这家学校的 他一年 他有很多种语言 他可能说 泰语啊 粤语啊 泰语啊 英语啊 德语啊 法语啊 这种语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 都对 因为这里各种各样的人 各国的人都有 所以说他可以找到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母语人士 英语母语人士 德语母语人士 各种各样的 那么你随便选一个 语言都可以的 就是说 你可以选一个 大多数人 他可能会选择英语 写着英语 因为这个岛上的 通用语言是英语嘛 那么你如果是用 写着英语的话 那么就是说 他的学费大概是在 两万五千泰铢左右 两万五千泰铢 就是五千块钱人民币左右 五千多一点点啊 五千多一点点 那么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学费 学费 这个学费实际上是 你是不是真的去上学的 不是说 不是说买一个签证 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你真的可以上 他每天给 每周可能有两次课 三次课这样的 下午啊 上午啊 或者给你上上课 他真的有那个 有人在上课 有人上课 真的有母女认识 给你上英语课 什么样的话 那么 但是这个呢 很多人他是 就是说 他可能不去上课 有的人上 他就不去上课 他就是为了拿那个签证的 那么拿那个签证呢 还需要什么呢 就是留学签证的话 成样也可以啊 那么你拿那个留学签证 他是一千块人民币 就是五千泰铢 一个季度 需签 那么五千泰铢 就是这个 那么就一年就是四千块了 就是四千块人民币了 刚才加学费就五千 就是加起来就九千块钱 九千多块钱的话 那么就是一期是 一期就可以搬下来 这个这个 九千多块钱 就可以把留学签证 还真的可以在这里学语言 这是一种那个 当然这个这个签证 这个留学签证呢 就是说 理论上讲 是不可以在这里工作的 法律上讲 是不能在这里工作的 但是实际上 有很多人拿这个 留学签证在这里工作 这个也是实时 当然我不推荐大家这要多啊 然后一个 第三个就是 第四个我想讲一下 那个工作 这些工作 工作区格 在这里泰国区的工作区格 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 第一个你可以就是说 有一些那种 那个 比如说你在这里 开餐馆 你只要雇三个泰国人 雇三个泰国人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一个 外国人的那个工作区格 工作区格 那么就雇三个泰国人 有的时候有些人做假 可能雇一个 雇一个泰国人 实际上我就然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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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另外两个人做假 我帮他交点交点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社会保险 设保保险 帮交点设保就可以了 然后这种就是说 许下的雇用关系 也就是这样 那么这拿到一个外国的那个外国人的一个工作区格 那么这个工作区格是即使到外面买的话 到外面买有些公司 他有很多那种工作区格 他用过外吗 他雇了很多泰国人 他有个可以雇外国人吗 那么就外国人的时候他这个名额都不够 他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 那么他就把这个名额都卖出来 这样的在个市场价格 大概两三万左右 两三万左右左右 就有一个人工作区格 就可以在这种正常的工作 合法工作了 这是刚才讲的那些整个的那个 整个的那个 买房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再讲 最后是要讲 主要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在买房当中 一些陷阱要避免 第一个陷阱 就是不靠谱的开发商 不靠谱的开发商会什么样的结果 他一些没有经验的开发商 或者说他资金实力不够的开发商 或者诚心度不够的开发商 那么他就会什么呢 他就会选择 有的时候他会泼路 或者经营不善 或者是自己有意义的诈骗 对于这种情况 在这种当中 如果没有人去看的话 有很多的烂尾楼 烂尾楼之后 你出了钱之后 可能就是说 你最后就是达不到那个真正你要的房产 他可能就是你看上去快建好了 那实际上他就烂尾楼 就不会再建下去了 这样的烂尾楼也很多 那你可能只能找到下一个 下一个把真相 整体埋下来继续开发的人才能够 可能会截套 或者说 逃脱这个麻烦 然后在这里虽然是一个 法治还是比中国要好一点的一个环境 这里 但是诚心度也比中国要好一些 实际上 在中国的话 那个诚心度 明显要比这里差 我个人感觉 第二个就是说 第二个风险就是 我们也讲的主要是它的那个 中介 这个是知道一个什么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中介在这里的话 我自己也在做房产中介 但是有些那个 话来我还是想说出来 想说出来 因为有些中介他就是说 盲目的就是只是注重 没有那种公平交易的思想 他会把那个跟开发商一起 就是说把那个房价 就是说 真实的房价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 他拿一个比较高的佣金 最高的佣金可以达到 就是说在这里可以达到15% 但是即使拿到15%的佣金的话 那么你不是说 你一百万的房子 你花了一百万块钱 最后买到一个价值85万的房子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可能最后 可能最后买的是一个70万的房子 一百万钱买了一个70万的房子 因为这个开发商 他也没有加价在里面 他也没有多赚钱在里面 就是说实际上 如果中介赚了15% 开发商也可能也赚了你 多赚了15% 就是比市场价 多赚了15% 那么这样的话 结果就会导致你这个成本就提高 最后导致你的收益率当然就下降了 因为你买的时候买贵了 这是一个风险 这里的佣金正常的范围 大概是在一般的时候 具体也不同 一般的范围是3%到8%之间 3%到8%之间的佣金 这是准备那个中介的一个佣金 那么但是 就是说还有很多楼盘是当中有10% 12% 15% 刚才15% 我所见过的最高的佣金比例 往往你会发现什么样的特点 就是越是佣金高的项目 它实际上是房产的性价比最低 就是你即使扣除那个佣金以外 你看这个房价 它也是性价比比较差的 而且它是开发商的信誉度 或是各方面都是比较 不是很好 这种情况 就是说越是高佣金的房子 越容易烂卫 这个是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好卖的房子 这个开发商如果房子不好卖 它就会烂卫楼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是 如果房子好卖的话 它就长期持续经营 它一般来说不会烂卫 那我烂卫 往往是那些就是经营不善的 可以很高的佣金的 然后把房子自己做不好 房子设计也糟糕 各方面 因素各种因素导致它房子爆坏 之后呢 它就不得不烂卫 因为它卖不动 那就只能烂卫了 所以说你就更自受害 所以越高的佣金的房子 就越更加危险 可以加说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找一个 找一些比较靠谱的中介带你去 因为你自己去找的话 就是这个岛上 被那个中介的保护也是比较严格的 你如果在这里没有那个 没有比较长时间的那个中介工作经验 没有那么你自己冒充你说你是中介 那一般来说是不会给你那个 就是说你也问不到它的运进多少 你也问它的真实价格是多少 你问不到的 那么这样就是说 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 你在这买房的话 你说如果是你不知道中介 你自己去找那个楼盘去看的话 最后给你的价格 也是一个跟那个中介拿到的价格 就跟中介给你报的价格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保护中介 因为主要买家还是中介代表来的 而不是你 就是自己走进去的买家非常少 如果这个开放商得罪所有的中介的 那么它这个房子也就买不动了 如果给你进去 走进去的给你一个低价 然后那个中介代表去给你一个高价 如果这种情况大 它也是比较少见的 就开放商也不会这样去 不会这样做 所以说开放商跟那个中介 它也是就是利益共同级 所以你想逃开中介也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比较困难 也可能你会进入其他的一些陷阱 所以说找的一个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 中介是比较 就是你在这里投资的一个 就是说低谱比较做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这个房地产中介的话 它的那个佣金比例在 3%到5%左右是比较公平的 比较公平的一个比例 就是说做房地产中介的话 那么3%的 120%的房子三万块钱 或者120%的房子才五万块钱 这样一个佣金比例的话 虽然听上去好像不是很低 但是你要知道中介付出的努力 也不小 对不对 然后 怎样实际上是 如果它是一个诚信的中介 或者说那么 它就保持一个就是说 为客户找想的形态 不要带到那些 非常高佣金的楼盘去 那么把你带到一些 就是说 性价比比较高的楼盘来的话 那么你实际上是省下来的钱 也是你自己去到自己去到那些楼盘去找的话 你可能也找不到你花的时间 花的精力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你也找不到性价比很高的房子 最后你还不如付这个3%到5的中介费 就是说能够减少你的这些麻烦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觉得承受一个3%到5的中介费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很多人就说到国内的用中介的话 就说好像是只有2% 1%这样的一个比例 但是这个情况是 实际上情况国内的用中介费 根据我所了解的 国内的房间上中介的话 也有8%的运进的 也不说很少 比较在北海也有11%的中介费 前两天我在那个朋友圈里 不是朋友圈里 在那个微信圈里看到 就说付12%的用金到北海去买房子 但是就是说这样的话 国内的中介费 其实也不是你想算那么低 就是说中介用金也不是那么低 当然大多数还是在2%左右 大多数在3%左右 所以在这边收入3%到5% 也是一个合理的 毕竟这边是一个是在国外 对不对 你所面临的那个竞争更加激烈 所以说用金的中介所复制的劳劳 就比在中国要多得多 因为在国内中介的话 他们就是一些 比如说他这个距离很短 他不需要在 只是在当地工作 他的成本就会比较在 不知道 当然要低一些 他的中介成本 他的生活成本 他的办公成本 等等这些东西都会低一些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 那个 讲到这些就是一个中介费 这个问题 如果当初是你找我的话 我建议当然是希望你找我 我的微信号是116033 如果你找我的话 我给你的中介费就是确保在3%到5% 就是一般的是3% 如果是特别性价比特别高的 我认为就是比较性价比非常好的 那我就会特别特别好的 我就会收5%的中介费 在有些特别好的楼盘 他没有中介费 就是开发商他 他卖得特别好 他没有他没有中介费 没有中介费的时候 起碼上我可能会找 买家一样收起这个 运进 也在3%左右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想反过来 向买家来收的话 可能更加因为 因为我就是为你服务 那么如果是为开发商服务的话 那就是当然是 如果收开发商的运营 当然是为开发商的客户 如果是为你服务的话 你付运营的话 那么就是为你找个盘 所以说它这个概念不一样 收负关系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的利益 就是说站在利益的角度 也是有区别的 这是所以说这个是要大家注意的 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投资也会愉快 谢谢